这个是邵家大院 这个院子也有看点 而且这家的二斤门楼上 这家二斤门楼上有这个纺车 这个纺车我以前来过 这个是按我自己的分析判断来讲 这家以前应该是以纺织为商 我记得是平遥县当时有个县 有个哪个县令了 就是说也是为了当时扶持这个乡村 村里的村民他不是没事干吗 他就从江苏还从哪里提访工 访工以后开始教这些村民做纺织业 纺布自己访 对 我的判断他家以前应该是跟这有关系 也是为了一种纪念 把织布机上的东西挂在这上面 对 平洋这一代的这个棒子 它是从19世纪开始的 是吧 那个就是老切砖的 老切砖江山的到的到的没事干了 对对 他就刚开始这个了 刚开始这个了 就开始直播 就开始直播 我们看 咱们进院这里看一看 戴着前沿 木质前沿 柱廊室 厨房整个都一片都是厨房 这边是书房 就是读书的 哦这是 私书 哦这三角窑是书房 对对对 这边是厨房 哎呀这里头以前有多少人在这吃饭 出的吗就是花园 哦这边出去就是花园 那边那边 别墅吗这不是叫别墅 花园没有好在外走的 外是不外走 这里面没狗吧 看这像有狗 没狗吧 哦咱们看看这厨房的门 怕他出来有狗 吊一口 好家伙 多讲究啊 专门厨子们在这做饭 专门还有个房间 咱们看看里面 有钱人啊必须有钱人 看看里面 里面应该没东西了啊 看看里面 对从这个圈门出去就是有花园 还有个花园 私人花园 对面那个是私塾 顾的先生在这教书 这个两个环是钱嘛 对 这两个木环应该是钱的意思是吧 这是卷草 这是卷草 这是青带的玻璃摸一摸 这就是剩下这一块了啊 看看这厚的 就剩下这一块了 平遥就这一块了 就这一块青带的玻璃 都是现代的 对青带的 你看他就没现在那个透亮嘛 半粮 没有可能是没有办过的 就是青带的 就是他这个 这个玻璃不一定是青带的 这个玻璃不一定是青带的 是的 这是什么 这是龙啊 这是蝙蝠 这是蝙蝠 龙代表什么 蝙蝠 龙代表什么 蝙蝠 这是草龙 这个门的尺寸是六九六九 永久用天丁的 还是多多符的 天丁的 永久永久 永久 也是祝福天丁的那个意思 对对对 这是门的尺寸 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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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尺寸的意义 这个尺寸厉害 这个尺寸厉害 这个尺寸不一样 走了走了 手机没电了 拿了 他们给我拿走了 他们的手机没电了 他们拿去冲下了 我这也没电了 我得找见他 赶紧给我冲上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圆生泰古剑旅游的朋友 可以关注我 再见